中国速度 蔡正元蔡博士 福建建海市了 这一次的海市呢 当然大家看了很多的重点 这可是全球第二艘 具备电磁弹射能力的航空母舰 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全部是直的 然后呢电磁弹射阻拦装置 排水量8万余顿 军事专家宋老军认为呢 这次的海市 有可能会比先前两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跟山东舰的时间更长 原因是因为它新技术很多 再来第二点就是 中国速度之外 中国要求非常严格 美国的也是福自备的 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 这个海市呢 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应该不是说海市 已经正式在服役了 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电磁弹射中国的要求是什么呢 成功率是在4000次 才能出现一次失误哦 要达到这个标准 或者是更严格 5000次才出现一次失误 所以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 他也认为啊 辽宁舰释航到服役13个月 山东舰19个月 福建舰若有战略军事需要 刚才是讲啦 可能会比这些时间久 但是 招之急来来之能战 所以呢 如果有战略需要 例如台海局势紧张 马上加快环节 这个我们不表示说 辽宁舰就没有很严格的海市 不能这样解释 那山东舰也是非常严格的海市 因为海市就是我们前提过 就是要各种速度状况的测试 还有这个各种这个所谓的 忍耐度 endurance忍耐度的测试 还有各种操纵性的测试 什么转弯啊什么东西啦 还有crush stop 就是说紧急刹船的一个 不是刹车 紧急刹船各种状况的测试 还有面对 除了船本身以外 它有很多的新科技 比如说山东舰 比辽宁舰多用了一些新的科技 然后福建舰又比山东舰 更用了新很多的新的科技 你每一次用了一个新的科技的时候 你为了这些新科技所相关的测试的项目 就会增加很多 所以它测试时间比较长 不能解释说它比较严格 后的它比较不严格 因为每一个船要测试的项目 会随着新船而不断的增加 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明 第二个 我们不要完全集中在电池弹射 因为电池弹射所谓的4000次 才总有一次15或5000次 这个坦白讲是高标准的 因为美国的福特舰是500次 500次 那因为美国的福特舰 他们在这种电池技术上没有突破 因为你不管说你电池技术多厉害 你那个在甲板上 那个退力的 把飞机推出去的 那个座架 要很大的力气把它往前推的时候 它底下你不管电池技术多厉害 它就是一个马达 简单讲这个马达还是一个电池设备所产 就是个马达 美国大概4000次 连续20分钟 连续400次 5到500次 那个马达很容易故障 所以为什么那个美国的福特舰 一直老是说要修啊干嘛干嘛 那个真的很耗财的东西啊 你试试看 你那个手背去推那很重 看你手背几次以后你就会 会痠痛 耗损得很快 何况是马达 所以中国大陆在马达 这个技术一定有所突破 所以才能够到到达4000次 推4000次的 那么重的战斗机 何况空井又比那个更重 你要把那个推出去 老天理啊 所以问题可能不会在弹射 是在马达 对啊对啊 你不要讲别啊 你叫那个牵领机啊 或者说推土机啊 推个机百次了 推土机当然都挂在那边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测试 就在证明说 中国在这方面的科技的突破 是指已经到了一个 很先进的一个地步了 那至于说台海局势紧张 就要动用弧箭 可以赶快使用 杀机用牛刀 我觉得很奇怪 我叫我们的金灿农教授 他的意思是可以用啦 但是我不必要 他的意思就是回应外面 盛传的2027 你这样说一下就知道了嘛 他讲的好像跟2027有关 对啊我们算一算时间 如果2027有需要的话 他可能是来句子的 今天一个航空母舰的 舰队的成熟度啊 通常除了海誓 然后成军 然后成军之后要演习 那演习也要演习个三年四年嘛 才在那个战斗力 到达一定的水平以上 因为不是泥燒航空母舰而已啊 旁边好多人跟你配合啊 潜水艇啊 大驱逐舰啊 那个什么巡防舰啊 补给舰啊 都要跟你配合啊 而且你还要今天 在西太平洋北部 明天在西太平洋南部 后天要在南海去 不断地演习才会成熟 有一个很强大的打击战斗能量嘛 那当然他这个 经常说有需要的话 我就杀鸡用牛刀 他讲给美国听的 你不要逼我 有需要的话 你以为你2027是吧 我就有了 这个意思嘛 放话的意思 放话啦 反正你也在放话嘛 19个月加现在5个月 你算吧 是啊 所以孙将军 我们刚看到了海上力量 接下来 人民解放军的空中力量啊 最近也真的是 好像是吃了大补丸一样 孙将军你怎么看呢 最近社群网站 常常拍到轰溜的肚子上挂了 之前看到无针疤 但有人也在想 这是不是MD22无人机呢 华盛顿邮报直接下了这个标 叫做美国印度跟日本 要感到担忧 为什么MD22 它的速度啊 起马赫 载荷600公斤 然后它的飞行距离呢 这也太远了吧 8000公里 而且它具备 周际打击能力 如果载荷提升到一顿 还可以配备核武器 这就是把它的手备加长了嘛 为什么飞机挂飞弹呢 挂这个无人机呢 飞机飞个几千公里 再加上它8000公里 不是超过一万多 对啊 一万多威胁谁 它不会威胁 台湾周边的巴士海峡吧 对啊 这样都落一圈回岸 威胁到美国本土嘛 这就是说 我虽然有东风系列 五十一四十一可以打你 巨浪可以打你 我空军也可以带了东西去打你 但这个还没有成型了 因为它的负荷只有600 600公斤嘛 它要到了1000公斤的时候 核子弹头就出来了 但这种无人侦察机 它除了打击以外 它对远程的侦察 力量就太强了 它一万多公里的侦察范围 侦察到的目标 如果传讯回来远在万里之外 中国就知道你在干嘛了 哇 这超超视剧了 就眼睛加长 手背也加长 加上它的飞机速度这么快 一般的美国的战斗机 还没办法拦截它嘛 它飞到这个七八马赫 你一般的战斗机怎么去追它 对不对 所以它不怕被你打 它也可以看得很远 就这个东西设计的目标 将来再重力再增加 核弹头都可以过来 就说你拦了我的东风 你拦了我的巨浪 我还有东西可以过来 如果这个飞机从阿拉斯加 从东北起飞 你看看 越过白领海峡 一下就到了你美国奔土了 再加上这个打击力就很凶悍了 所以这就是说 谋求核子平衡是远程目标 就等它的载重量 但是现在就是它的侦察范围扩大 扩大上万里 就是说你西太平洋想干什么的 航母要来干什么 我都可以看得到 你水面上的活动 发现某个针后 这个飞机就去了 就盯在你上面盯很久 所以这个东西 中国大陆的 除了东南沿海的自卫能力 它的预警能力也长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确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何外的折抗 好 好